小韭菜如何在金融市场上活下去 本视频将通过三个部分来解读这一问题 第一部分我们探讨金融投资的本质是什么 第二部分在金融市场上唯一确定的事情是什么 那么第三部分我们来讲投资逻辑的核心要素 大家好我是GoMarkets的Jacky 是GoMarkets中文部主管 我们从第一个标点来看 人们在做金融投资的时候 我们往往愿意为确定性来买单 而不愿意为不确定性买单 所以说我们要找到金融市场的确定性 就是我们金融资本市场的第一课 举个例子好了 例如我们学习舞蹈唱歌编程序 这些学了就能用的技能 那么咱们都会主动的去交学费 但是股票投资却没有办法说 学会了这个股票选股的方法 那么这个选出来的股票一定会涨 所以作为普通人 我们愿意花确定的钱去买车买饭买衣服 这个都是对确定的价值进行合理的 等价付费 每一件商品本身都是有价值的 我们按照市场认可的价格 对相应的价值买 那么并最终获得所有权 这个是现代社会的贸易形态 在股票市场投资里面 不管是我们还是机构 大家对资本市场的预判都是不确定的 那么也就表明了所有的投资者 其实都是一样的 并不是说有些机构 抗空美股澳股市场就一定要跌 也有的机构说明年美国资本市场和澳洲市场还会再创新高 那么市场也未必就一定会创出新高 我们所有人对资本市场明天的上涨和下跌都是不确定的 但是我们唯一能够知道的 就是这个世界我们运行的客观规律是基于概率系统的 这一点是确定的 所以说第二点我们就会去寻找金融市场唯一确定的事情 那么就是市场是受概率影响的 比方说我们的孩子要升学了 如果考了一所非常不错的大学 那么最终他获得更好工作的概率就会增加 而获得一份更好的工作之后 他就更大的概率获得更好的收入 也可能会有更高的投资和决策能力 导致他在未来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顺利 但并不是说因为一次考试没有考好 进了一所普通的学校之后的人生路就一直走下坡 也未必是这样 只是说这一群人可能进入大公司的概率会相对的降低 但是同样在进入小公司之后 可能会有60%的人做的不错 升到管理层或者是又自己创业 跳槽去别的大公司 那么这一系列都会根据不同的路径 而进行不同的概率筛选 最终我们的人生轨迹都是根据不同时间阶段 我们所付出的努力和成本 最终获得的收入成果 依赖于我们当时的概率决策 金融市场上唯一确定的就是资本市场是受概率影响的 概率背后是很多因素累积叠加的 这些因素包括我们的情绪 也包括市场上的资金流流动性 资金的持有成本 未来疫情的变化 加息的周期以及各行业 是否能够出现新的研发成果 商业化是否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等等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 怎样去更好的理解概率呢 我们看一下赌场 例如澳洲Star和Crown 对于赌场这个行业来讲 赌场的概率呢 胜率只是比赌客多了1%到2% 那么赌场一年呢 就可以赚几个亿 甚至几十亿澳币 所以呢 概率要做我们的朋友 我们知道了 投资上考虑的上涨和下跌 其实大家在谈的都是概率而已 比方说 我们说一个很好的股票 它的价格呢 一直在跌 但是呢 它跌了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之后 继续下跌的概率呢 就会大幅降低 只要我们认为 这家公司的估值 是低于目前的价格 那么我们就认为 它还会继续跌 但是呢 如果我们认为 它的价值已经远远的 高于了目前的价格 随着价格的下跌 它开始反弹的概率呢 就会大幅度增加 那么第三点 也就是刚刚举的例子 投资逻辑依据的是概率 但是呢 我们的核心要素是价格会最终围绕价值变化 那么长周期来讲的话 最终价值要回归 股票是这样 房子也是这样 甚至我们上班的 工的 咱们也是这样 我们为公司创造出多大的价值 我们仍有多大的价值 最终公司付给我们的工资 或者是奖金 那么就是等价多少 那么所有的商品在资本市场里面 包括我们的劳动力 都是价格围绕价值变化 因此我们的股票最终选择的考量呢 就是根据价值和价格来推导出来 我们未来大概率上涨或者是下跌 赚钱亏钱的概率的把握 以及呢 会有多大的赚钱空间和亏损的空间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视频告诉大家的三个要点 帮助大家在资本市场上走下去活得更好 那么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视频资讯 或者是金融资讯 那么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 订阅我们的视频 再次感谢大家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